日前歌手刘思涵写首张专辑《拥抱你》 在北京举行记者会及首场音乐会 作为该张专辑的制作人 创作歌手戴佩妮当天也清零现场助阵 刘思涵现场自爆让戴佩妮男友吃醋 当天刘思涵的圈中好友黄小明吴克勤 也纷纷通过Vz2送成祝福 吴克勤还希望刘思涵能赶快找个男朋友 诞生了许久的刘思涵听到后也频频点头 温暖的拥抱 然后也希望得到一个温暖的回应吧 然后如果现在有一个男生 可以给我这份温暖的话也挺好的 此次不仅是戴佩妮首次担任音乐制作人 还担任了新专辑中七首歌曲的词曲创作 以及整张专辑的全程兼制 并与刘思涵合唱了一首歌曲 现场戴佩妮还开玩笑道 这张专辑就像她的私生女 随后并送上飞 往马来西亚的机票 当众邀请刘思涵 向自己的马来西亚演唱会 待着嘉宾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